48. 澳門日報2015年7月12日報章 C.02澳門街白紙凡建築修復大考約 絕今年是澳門歷史城區入圍十周年 當局近期密羅緊鼓推廣系列活動外 也與官方網站突切專欄 介紹各文物建築修復狀況 讓公眾尤其年輕人了解修舊與舊全過程 從而知識與文物識識相關的人與時 本澳文物建築之所以能力久上身 與當局修復文物建築團隊 及有志參與文物修復工作文化特工計劃者的努力分不開 為掀開如何修復本土歷史建築的神秘面紗 不者訪問了文化局修復團隊 向讀者介紹修復本土舊建築有者摩一群專業人士 以及建築物因不同情況而染病 對應的防止之法 吸玫瑰堂打點的修復團隊成員包括 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文物建築修復博士業建雄 負責制定修復方案 文物建築修復人員梁建兒 案文化遺產保護法要求對保護區內建築物進行巡查 行政及工作協調人員劉詠欣 以及文化特工成員李甘明 張仲平及高志強 負責日常工地管理及工程技術執行工作 令環有兩名將入職的材料檢測人員 預期修復團隊不斷重大 團隊成員介紹 文物並了 也須要打點的 作其康復 以建於1507年的玫瑰堂為例 是聖多明我會 道明會 在我國興建的第一所教堂 建築材料中的青磚 體積是普通青磚的兩倍 屬特製青磚 早期使用黃泥沙批檔及灰水塗層 澳門地下水源含嚴豐富 玫瑰堂經歷長年累月的洗濯 長體受結晶嚴損害 故批檔嚴重粉化剝落 引致各種風化現象形成 修復團隊曾嘗試使用低壓注射方式進行維護 但成效不佳 建築物仍有空股、剝落、脆化和結晶嚴出現 團隊並不因此灰心 分析研發出針對性敵定系統 以打點的認識為青磚注入治療液 經測試後成功為青磚截水除鹽 效果理想 會構成長保殯土在修復工作中 倘願意逐層解救民物的心 會發現不少秘密 團隊成員坦然 修復連封苗兩幅灰素碧畫的過程中 發現碧畫深處暗藏般爛豐富的顏色 經處理 妥善還原及保存了灰素 事實證明 通過細節觀察 用心考究 在層出不窮的修復方式中 總可找到最適合的方法 澳門不少觀光景點 部分建築物上被人隨便用手碰觸 這往往對其結構造成影響 如大山巴拿渣廟旁的舊城牆為止 因近年該區參觀者眾 不少遊人不經意地觸摸這幅古老的城牆 原來輕輕一摸 警會對其造成巨大傷害 原因視避土圍牆野手製木坊 把天然材料物理性地製實 觸摸多了會使長身沙石剝落 修復人員最終參考外國民憲 砸腰本地增製作過避土的工藝 加提出意見及科學分析避土成分 配出和避土性質相約的物料 填補在舊有避土的表面作保護 敷面莫秋水吸鹽女性愛美視天性 原來老班先施木工藝陳列館的青磚同樣愛美 修復人員要經常替其敷Mask 團隊成員稱 文物修復有不同竅門和方法 會針對不同建築特性對證下約 陳列館分大殿和陳列館兩部分 因長期受海水道觀困擾 存在場內鹽水積聚問題 為此,須對長身進行植水除鹽 以免長身受到進一步複蝕 然而陳列館和大殿長身構成材料不同 館內長身可使用經過改良的石灰批檔除鹽梳水 防止場內鹽分結晶 但青磚建成的大殿 要保留青磚建築特色 這種批檔方法不可行 修復人員凌機一動 採用除鹽系統 Full Mask 即紙張除鹽法 原理是將特製紙張浸室後破在大殿青磚牆上 後用抽濕機把牆身上紙張水分抽出 吸走黏阜青磚內的鹽分 既達至除鹽效果 又保留青磚牆建築特色 考用和港草勾斐又比喻沙梨頭的舊式住宅 反映出文物修復對色色的一面 建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沙梨頭海邊 邊界六十九至八十一號並排七間舊式住宅 為本號典型上居下浩的連藏式騎樓建築 進行修復時 會保留立面原貌 重新賞色 還原這七間建築物當年的鮮艷色彩 但建築物地處海邊 經年淚月風化嚴重 故修復過程複雜 為洋立面重現色彩 修復人員考盡心思 在路環空曠地段 利用食灰石及和港草等傳統物料進行勾斐 這種灰水和原灰沙長體較相容 據良好透氣性 在建築物裏採用灰沙批凍和礦物灰水作保護 可提升長體抵禦高溫潮濕的沿海環境 室內灰水塗層顏色上對柔和 多次試驗後 某些長身需使用墨水取代礦物顏料 盡量還原原有顏色 當下的面貌 是修復人員長時間計劃及思考妥善的修復成果 鑿石引流疏於水和區內的沙離頭根管 修復後重現打更歲月 人員修復根管立面時 除去現代月交七後 發現門額上托有根管移至的灰素剝落 故以灰沙修補缺室 再塗上傳統灰水 重現灰素色日無陽 更管後半部分 可見這棟建築原始依靠一塊蓮上百甲草公園的龐然大石而起 修復人員解釋 靠石頭興建可讓建築物更穩固 而中國風水裏面 石頭與人好笑頭 但石頭連著三體 下雨時雨水會順流以下直達建築內部 於是修復人員在石頭周圍畫了一條去水渠 大雨水引流到外面 文物修復的一大要點 修舊如舊 真實反映文物一尊一雅在昔日的原貌 正如麻子街更管 儘管完成歷史任務 但修復後能還原古建築面貌 即使文物受損情況不一 但這群文物醫生始終堅守崗位 妥善修復本土建築 讓其全諸後世 文 圖 子凡 部份圖片由文化局提供 因此,曾經總統 說能提供